欢迎大家收看六度香港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会展活动全面赴场 今年1至9月回复至2019年同期的85% 保安局青少年制服团队领袖论坛开始 深大师生首次到港参与课程 大连海市大学玉昆仑在访港 周一起开放入场费10元 7人篮球 决赛惨被日本绝杀 香港男缆痛失直通巴黎奥运入场券 妙街神父社区饭堂开幕 周首人几场挥洒圣水笑颜恩使避开 请大家收看 会展活动全面赴场 今年1至9月回复至2019年同期的85% 星岛日报 根据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董事总经理 梅李玉霞的介绍 香港的会展业正逐渐复苏 今年1至9月 会展活动的数量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5% 总人次恢复近80% 各种大型商贸展览也陆续重返会展中心 预计经常举办的商贸展览数量将恢复至每年70个 相当于疫情前的水平 梅李玉霞表示 2022年已经有一些展览重回香港 包括亚太区美容展等 未来还将举办一些新展览 如Nintendo Live 2023 Hong Kong和 乔教会2023香港智能科技展等 在国际大型会议方面 已经接获2025至2029年的会议档期协商 东南亚地区的访客和参展商比例明显上升 东盟参展商占海外参展商的21% 东南亚参展商占海外参展商的33% 为了应对东盟客人的增加 会展将推出各种清真饭餐 在人手方面 会展目前仍面临人手短缺的挑战 但已经申请了政府的输入外劳计划 主要针对后勤岗位 梅里玉霞表示 香港的优势并未受到疫情的影响 其独特的一国两制制度 低税制 立法及司法制度 以及优越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率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来参展 他认为 虽然内地展馆面积较大 但香港以服务 设施和质量取胜 然而 香港会展的场地供应仍然吃力 有时甚至需要使用会展停车场的场地 梅里玉霞表示 土地供应仍带政府政策的进一步推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今年迎来35周年 将继续努力推动可持续发展 为香港带来经济效益 保安局青少年制服团队领袖论坛开始 深大师生首次到港参与课程 星岛日报 新闻摘要 保安局青少年制服团队领袖论坛成员已经其人 保安局于11月18至19日 在黄竹坑香港警察学院举办为期两日一夜的先导课程 以提升新一届领袖论坛成员的团队合作和领导才能 认识国情及阔阔视野 保安局于社交专业发文 指今日19日是保安局与深圳大学就此一计划正式签署合作后的第一日 深大一众师生特地到香港一同参与课程 大家互相认识及交流 大连海市大学玉昆仑在访港 周一起开放入场费10元 星岛日报 大连海市大学的远洋训练船玉昆将再次访港 并在香港航运周期间对市民开放参观 市民可以参观船上的驾驶台 轮机舱 餐厅 学生宿舍等设施 了解航运知识 每节导赏团约30分钟 每人每日最多限购4张门票 每张10元 此次防港对于增进内地香港航运界交流合作 展示内地航运教育发展水平 提升青年爱国爱港情怀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7人篮球 决赛惨被日本绝杀 香港男懒痛失直通巴黎奥运入场券 星岛日报 香港男子7人篮球队 在亚洲区巴黎奥运资格赛决赛中 以14点21分不敌日本 只能通过明年6月的奥运仪财赛 争夺最后一个席位 这是他们连续三届在决赛中失利 巴黎奥运男女子7人篮球项目 各自有12个名额 参战的8支男子队和7支女子队 将在两天内争夺一个奥运席位 第二和第三名将进入明年6月的世界区一财赛 香港男子队以头号种子身份出战 连续三届打入决赛 但最终被日本逆转胜利 女子队在冀军战中以12比0击败泰国 晋级明年6月的世界区一财赛 庙街神父社区饭堂开幕 周首人几场挥洒圣水笑颜恩史避开 星岛日报 胡宋恒神父和慈悲香港食堂在庙街开设了一个社区饭堂 为基层街坊免费公餐 周首人书姬亲自主持了食堂的祝胜仪式 并特意嘱咐在场的人们 笑称圣水可以洗尽身心 不必避开 他希望来到食堂的人都能感受到尊重和爱 明白爱是最重要的事情 食堂目前由慈悲香港运营 除了向弱势社群派发饭卡提供免费饭菜 还雇佣了刚出狱的更生人士作为员工 食堂每月派发约200多张饭卡 免费饭盒的支出高达10万元 食堂还开放给露宿者作为充电和饮水的补给点 店内的点心则由专门供应五星级酒店的食物工厂制作 水准有保证 专家料香港下月将踏入关病高峰期 联合早报 总结 根据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孔繁益的说法 冠病病毒和流感将会轮番爆发 预计12月将会进入冠病高峰期 而农历新年后则是冬季流感高峰期 他建议长者和高危人群接种政府采购的冠病疫苗 同时建议高危人群在室内佩戴口罩 并尽快进行快速抗原测试 以区分流感和冠病病毒 以减少并发症的机会 许静运在花五百几万置业阿玛蒂新闻置之 可已怀孕四个月被纸变丑 估计驼载 星岛日报 许静运今日在香港沙田马场出席表演活动时透露 他最近压力很大 因为买了人生中的第二层楼 他表示 这是一次意外的决定 看到公司楼盘示范单位后觉得实用 加上印花税减半 他决定买下来投资 他表示 这次买楼花费了五百多万港币 比他四年前买的第一层楼进步了一些 他还表示 若要买楼自住 就必须要有三间房 这样才能更方便放置衣物和其他物品 他希望能学习投资 因为他看到一些前辈投资得很好 希望自己也能通过唱歌来换取投资机会 在谈到工作方面 他表示 正计划明年到不同地方开演唱会 但也希望能在香港开 因为香港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家人也希望他能回来开演唱会 另外 主持人可宜也出席了活动 他透露自己已经怀孕了四个月 而且他的丈夫也对此非常开心和期待 他原本想给丈夫一个惊喜 所以没有刻意透露宝宝的性别 但在产检时 被医生告知是个男孩 他笑称朋友们 说他怀孕后丑了 所以也猜到是男孩 他表示自己目前感觉良好 只是渴望睡觉和吃更多东西 体重大约增加了三公斤 他现在只会穿两英寸高的鞋子 以舒适为主 而且怀孕后 感觉宝宝带动了他的工作 但他暂时只会接一些私宜 和相对轻松的工作 三项铁人 中环丸三铁围港警沙晒 吴泰龙期待明年三月 同一场地争世界杯 星岛日报 香港亚运接力铜牌选手 吴泰龙和彭施雅 在香港三项铁人亚洲杯比赛中 表现出色 分别获得金银组男子组银牌 和女子组铜牌 他们希望能在明年的世界杯比赛中 再次取得好成绩 争取更多奥运积分 比赛在香港中环龙河道举行 这是该地区首次举办三项铁人比赛 吴泰龙对比赛地点赞不绝口 称赞香港的维港景色无与伦比 比赛包括游泳 单车和跑步三个项目 彭施雅 以一小时00.39秒的成绩获得女子组纪军 香港三铁总会会长表示 计划每年在中环市区举办三项铁人比赛 希望成为每年吸引游客的盛事 港律政司长 司法人员对备美要求列入制裁名单处置泰然 联合早报 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 对于美国国会议员将多名香港法官 检控官及政府官员纳入制裁名单的提案 香港司法人员对此并不担心 他表示 类似事件在过去已经发生过 司法人员对此持泰然处置的态度 林定国还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这会影响法官履行其职责 他还回应了 关于启动香港国安法第55条的问题 称最终决定由中央政府批准 国安案件将交由中国大陆处理 他强调 即使案件交由中国大陆审理 被告仍然享有答辩权 不会因为中国大陆行使管辖权而改变罪名 林定国还表示 对于目前香港律师是否符合资格到内地为被告答辩的问题 他表示尚未考虑 但应该会依据中国大陆的规则进行 港珠澳半马2023 250义工支援香港段半马比赛 起跑前核实跑手身份 即配识别手带 星岛日报 首届中国银行香港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半马拉松比赛于今日举行 共有8000名跑手参加比赛 比赛中 共有250多名义工参与 协助跑手登记报道 人流控制等工作 比赛中 杰组巴以1小时01分39秒的成绩 获得精英组冠军 塞尔凯琳格以1小时08分05秒获得女子挑战组冠军 启嘉文和姚洁珍分别是本地最快的男女跑手 逾60%精神困扰男士据求助 心理卫生会推手机应用程式助减压 星岛日报 11月19日是国际男士日 为了提升男性精神健康意识 香港心理卫生会与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合作 推出了为期三年的赛马会再闯南天计划 调查结果显示 35至54岁男士的精神健康较须关注 近60%受访者属中度及严重精神健康风险人士 但大多数人不会寻求协助 为此 心理卫生会推出了手机应用程式Manspace 希望未有需要的男士提供协助 调查还显示 男性面对的最大压力是工作 经济问题 健康问题及家庭 但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寻求帮助 原因包括认为寻求帮助是脆弱的表现和尴尬 同时也表示不知道如何获得帮助 专家表示 男性需要增加对精神健康的认识 并消除传统观念 香港30多名副局长何正驻赋大陆参加国家事务研修班 联合早报 根据明报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叶文娟 带领超过30名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前往北京和南京 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课程及考察 这次是香港政府上任后首次举办这样的研修班 也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叶文娟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课程 加深政府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对中国大陆国家政策和发展的认识 以及对大陆和香港当前面临的形势和挑战的认识 叶文娟还表示 政治委任官员无论身在何处 都与香港公务员团队保持紧密联系 处理公务 中国学者 港币汇率至少因联系人民币而非美元 联合早报 中国学者认为 香港的经济波动与中国大陆更密切相关 因此港币的汇率至少应该联系人民币 而不是联系美元 他们认为 目前的香港宏观环境与大陆类似 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 所以港币应该降息 此外 由于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联系紧密 港币选择联系人民币汇率制 甚至直接使用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更现实 这样可以让香港成为 以人民币为联系汇率货币的国际金融中心 与纽约和伦敦区分开来 香港实施联系汇率制度已经40年了 但质疑港元与美元挂钩的声音从未停止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